字幕志愿者 杰卦白炆鸡 嘞,切瓜白炆鸡 买一个,小一个可以 因为放在养生物里煮 最重要是多毛 买这个 买一个切瓜仔 白炆鸡,谢谢 2元,谢谢 我是月厨,大家好 哇,刚刚都片头见到我买个 折瓜仔,收了2元 8元,喂 大家见不见到我买的时候 毛茬茬的,现在干蒸烧 皮都炒了,因为一日之后 毛就已经缩绝了 所以去买菜 街市就见货买货 喂,如果你看到这样,你也不买 不过我们放在家一天 OK啦,我都是想着 要来煲湯的 为什么要买这个折瓜煲湯呢 让我又拿另一样东西出来 是 这个是 液体加热气 养生糊 这个养生糊是怎样的呢 好,去片给大家看 去片 看了 其实这个养生糊呢 就是 我用了很久的养生糊 就是这个 放好一点 这个养生糊 其实这个养生糊呢 我是买来送给一个好朋友的 那为什么呢 早前我跟他吃饭呢 他就跟我说 因为呢 他们两个人 很多时候呢 都很少煮饭的 早出晚归 他就告诉我 以前不喜欢煮饭的 那现在呢 因为看了我的片子之后呢 就是看了我的频道 这两三年呢 就开始都喜欢煮饭的 那他就告诉我 很喜欢煲湯的 那我问他煲什么湯呢 他就告诉我 我听说是煲节瓜湯 用什么料来煲的 我马上汁给大家看 瑶柱 瑶柱的好处 瑶柱具有滋阴 保神 调宗 下气 利五臟 降血压 降胆固醇的功效 木耳 身体清道夫 黑木耳 五大好处 清理长度 防便秘 降血脂 防血塞 降低血糖 减重 提升免疫力 冬菇 冬菇的好处 预防动物硬化 降胆固醇 降血压 维持骨肉健康 增强抵抗力 微斗 微斗的营养价值 微斗含有蛋白质脂肪 糖卵物 同时微斗中的钙 鱼 铁 鐵 微量元素是非常豐富 能够帮助补充食物的纤维 腰果 腰果的大功效 抗抑鬱症 保护眼睛 控制血糖 防胆 潔石 强化骨骼 帮助消化 养眼美容 修护发质 圆肉 圆肉的功效 思绿过度 勞伤心脾 失眠健忘 脾虚气弱 便血崩溜 气血不足 再加一个折瓜 折瓜益柱多 折瓜有止渴新浸 驱暑健脾 里尿等多种的功效 就可以煮一个汤 好 这七种材料 大家刚才都看到了 原来有它的益处好处 我这个朋友就聰明了 他就说 就是这样就当一餐吃 有时煮一碗 两碗 和另外一碗 就享受世界了 一个折瓜 它也挺好 这些瑤柱 我们用四粒 我们应该要沖水 沖水 然后就要浸浸 然后就要浸浸 其实呢 那天我建议他 就是用高速煲 我也有高速煲的影片 谁知他又说 不想买了 又不知道怎么做 他也是用明火煲的 我就告诉你 不如用个养生糊也煲到 因为这些养生糊 接近2公升 1.8升 我自从有了这些养生糊 我每天都买到 一起超约一下 或者是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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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煲一些 很多汤水 也有时用 这个养生糊都熟到 所以我刚才 就买 我前几天就买了 一样的养生糊 给他的 大家可以看到 五十九元 所以我本来还是要送给他 那 Jobs 今天呢 我就 跟他的程序 我用我这个养生糊 煲一次 才能煲一下 不過大家剛才看到的益處 瑤柱浸一浸水不用浸太久 因為這個熬湯功能 都熬很久的 接近兩個小時 其實不用熬太久 你看到差不多 九個字左右就可以關火了 因為不是熬老火湯 熬折瓜湯也要熬兩個小時 然後這些木耳 看到它這麼小 這些通血管那種 浸了水半個小時 就是這麼大塊 另外還有冬菇 找兩隻冬菇仔 早點浸水 洗一洗的浸水 冬菇水要回 好簡單 凡是煲這些 折瓜湯 基本上除火 除了你煲折瓜豬肉 如果煲木耳 冬菇 就加少許微豆 加少許微豆 就最好 微豆要浸幾個字 因為微豆浸了下去 除了你煲 那一口湯 就白酥酥 好喝的 腰果 就代替肉 還有腰果 很有益處 拿一堆 他們喜歡吃的 拿了很多 洗一洗就可以了 其實湯 一點都不是很甜 因為只有瓜味 只有四顆瑤柱 這些瑤柱味 只有這麼多的冬菇味 所以最好就是 加少許圓肉 有圓肉 也就是有的甜味 所以蜜棗 無花果 都不太用 這個湯非常好喝 所以就告訴大家 這七種材料 就可以用養生糊 就可以煲了 馬上做給大家看 接瓜就很簡單 我就是用歷史的方法 刨 現在馬上就可以煲給大家看 大約煲這個 升二水就夠了 OK 這裡有個指標 多少少 1.5的低少少 就是升二水 我這裡有很多功能 我現在就做給我的朋友看 我們按了下去 有什麼滾水 藥線 黑茶 我通常用黑茶來煲 涼茶 如果十七 這個十七 按到十七下 就是煲湯 煲湯 兩粒鐘 很大鑊 那你煲什麼湯 1.8升的水 你煲個豬肉湯 煲兩個小時 都沒有水 所以 來看 現在我煲節瓜 節瓜湯 這個屬於 是不需要跟隨的程序 兩個小時 我們現在就按去煲湯 大約煲去九個字 就可以關火 大約九個字 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好了 我煲好 再跟大家說 大約是九個字 我就再跟大家說 真的煲了十個字 不止九個字 我們停了 即是不用再煲了 現在就可以不來喝了 這兩碗碗是不是很漂亮 五元雞 如果雜貨店買 回家吃飯 回家喝湯 先生一下 記得 哈哈 OK 那我們先開了 哇 哇 給大家看一下 哇 好香啊 小小的模擬法度 這麼大 拿過來 先來煲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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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和大家說 先來煲湯 哇 終於 撿好了 都不是撿得好 我也是 找了兩元的切瓜仔 四粒的瑤柱 有兩粒爛了 有兩粒還完整 不過包你說正 你看到的瑤柱 給大家看一下 哇 真的很好 你看到有多好吃 知道一入口 就馬上吃光 吃光 吃光的品味 應該說 木耳 就行了 木耳 非常之好 有通血管的作用 那 你看到 因為不是很甜的 這個湯 加一點 龍眼肉 下去就好一點 有這些腰果 哇 剛才 沒有那麼大粒 煲了九個字 之後 一滴油都沒有 這個湯 即是 一些 小家庭的 兩個人的 三個人的 用過養生虎膏 OK的 如果不喜歡看火 當然是明火 細小火 煲 九個字十個字 當然是一流 但是 你也知道 今時今日的 時代 最緊要 就不用看火 快 漂亮 這些 我朋友 不太會入廚的 都 告訴我 可以這樣做 哇 真的有品味 這兩碗 就是我和太太的了 希望有機會 大家嘗嘗 用這些方法 煲這些 這麼有益的湯 各種好處 剛才告訴大家 多點煲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嘩 這麼甜 嘩 夏天喝這些 一滴油都沒有 什麼瘦肉都好 肥豬肉都好 整碗都是油 要隔油 這個很精